- 再跟你們一起跳舞 Kalen和惠仁開心的向粉絲揮手打招呼時 惠仁的手意外的揮到了惠仁的目的腳 Kalen全素顏的模樣 就在那幾秒鐘直接被網友們瘋狂截圖 如果喜歡我們也可以追隨一下我們的推波IG 或是我的個人IG喔 嗨我是Damy 大家常说人的运气是天注定的 想要成功还得搭上后天的努力 但是 身为倒霉蛋这件事情呢 似乎没有什么反转努力的机会 没错 今天就来盘点14位 可爱倒霉蛋的KPOP偶像 嗨我们是 BOOM by 无心人 我是小V 玉彩珍 我是温妮 威妮 我是小V 威佳音 我是凌云 欢迎来到七会儿推一波 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新歌 请多多支持哟 你知道你会在 灯火的天空下起了雨 你会在黑夜中 做我的一颗心 You'll be so so 没关系 你总的就让我而信 你会在 You're really there for it You know 先来公布Blackpink的第一个倒霉蛋 那就是可爱的Lisa 之前Blackpink释出演唱会 幕后花絮BPM第二集中 Lisa正在后台帮Rozay拉筋 没想到拉着拉着Rozay对小手手呢 就啪不小心打到Lisa的眼上 这毫无防备的一集 也让Lisa直接吓出一个表情包 世界巡回演唱会 泰国战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其中全员唱到Shutdown时 吉祖似乎太认真跳舞 Boom的一圈 手也这么不小心的挥到Lisa脸上 立刻成为倒霉蛋 吉祖发现后 吓到脸都变形了 一直试图想要关心妹妹 Lisa则是用了可爱的微笑 带过这一切 想也知道姐姐不是故意的 就当作是个爱的事故吧 风水流流转 倒霉断这个坏家伙 似乎跑到了Rozay的身上 Rozay骑着行李箱小车车 还以为可以帅气的奔驰 结果却差一点被自己绊倒 还好这姐的腿够长 及时阻止了摔车现场 第二天Rozay同样骑着小车车 没想到先被后方的Lisa追撞 要上台时头还不小心撞到了舞台 莎莎可爱的模样 然后连她本人都直入怎么那么衰啦 允珍在对里面运气不佳的程度 已经到了粉丝会笑说 人不可能倒霉一辈子 但是徐允珍就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看以下这些片段你们就会明白啦 这可爱蛋的拉个橡皮筋也可以谈到自己 吃饮料喝却直接喝到鲜王醋 调饮料喝却直接喝到鲜王醋 调饮料 调饮料 摔进敲烫章鱼烧 烫到脸全部皱在一起 吃个炸物也可以吃到炸辣椒 敲烫大家都没事 就她整颗敲破在头顶上 她放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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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个游戏也可以敲到头 唱个歌也可以吃进碎片 眼睛还掉下来直接敲到脸 最好笑的是连试吃个惩罚软汤 都能选到最可怕的蚯蚓口味 下白 各位粉丝们 赶快叫幸运之神照顾一下自家云圈吧 我非常懂 因为我好像就是这种类型的 就很常被一些小小的事情给恶卷到 但都是其实 我是我自己出手出脚 我爸常常跟我说 一个女孩子家 为什么那么粗鲁 你以后怎么嫁出去 我好像真的蛮粗鲁的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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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I'm today We're going to go today 之前妞禁止全员回到韩国 在机场线上发生了一个小灾难 黑铃和惠仁开心的向粉丝们挥手打招呼时 惠仁的手意外的挥到了惠琳的墨镜 墨镜就这么上上跳了一下 黑铃全素颜的模样 就在那几秒钟直接被网友们疯狂截图 许多粉丝看来都笑翻表示 哇 眼睛真的没有上妆耶 实在是太难的太可爱了 笑子如果是我会觉得很衰 不过这件事情算是对粉丝来说是一个很可爱的事 因为她素颜其实长得很可爱 就是以外你们年纪都很想 然后就淡淡的这样 但我想说如果我今天是女明星 我今天就想要放纵一下 不想化妆 然后结果踏踏 然后全网上都是我苏联的截图 哇 头疼 我觉得以后墨镜品吧 会不会就推出一款就是for女明星专业 就在怎么跳它都不会飞起来的 感觉这种墨镜也就是大卖 搞笑艺人身份的都快大于偶像的 小时期 常常逗得观众呢笑到肚子痛 不过有些意外瞬间啊 也是真实的让人笑到流泪 像是某次在团众里 胜划无心丢的球 就碰巧砸到了 Joshua 的重要部位 让他立刻忍不住下跪了 而 Vernon 也体验过这番遭遇 DK 传球师不小心震重他的红心 这命中率是百分之百了吧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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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错吗 - 没错 - 没错 - 没错 S Coops拿到球后想要很帅的进攻 结果却被鞋子这个坏小子 几不容易 -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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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一个虽然不是小17成员 但是也有跟小17们扯上一点关系 - 今年17上任歌时 - 李爱帅气的要秀出他的回旋艇 正式开始前 - 明快问他确定不把眼镜拿下来吗 - 李爱还坚定的回答 - 不用 - 殊不知一转 - 眼上眼镜居然变成回旋标射到了主持人金融车头上 - 升准到令全场立刻大笑 - 看来李爱的个人技又可以增加一个咯 - 不是他那真的太好笑了 - 大家一定要把这片段收藏起来 - 我看10遍都还是觉得好笑 - 他就这样发然后整个就摔下去 - 真的是太好笑了 - 在一集的团众里 - 调皮的大家提议要玩猜拳输的下水 - 结果最后是Yuna惨败 Yuna本来想要用撒娇公式看能不能耍赖成功 - 殊不知成员们这些化身为行动更衣室 - 要她换衣服赶快完成惩罚 Yuna就真的在法国的海边脱裤子了 - 最杀的还不止是这样 Yuna跳啦跳 -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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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 Oh my god - 这悲剧现场让他傻眼到嘴巴张大的10秒都合不起来 搞笑反應也讓幾人的笑到不息 再見了無辜的YUNA手機 要是我直接尖叫大崩潰 手機現在是生命 過去i5釋出 Love Die MV 幕後花絮 可以看到大家拍攝時快樂的氛圍 其中有一幕是成人們歡樂的拿著氣球又跳又笑的 頭上開始撒下Brington的彩帶 讓整體畫面變得更多彩多姿 不過就讓大家玩得很愉快時 原因卻露出一點無辜的表情 因為所有人中呢就只有他不小心吃到了亮片 還直接黏在嘴巴上 只能說亮片這個壞小孩誰可以偷親原因的呀 藍家人發生爆笑的倒霉事件 實在是多到數不清啦 今天就先來出賣銀河我爸爸 某次銀河和強人在電台節目裡 強人在講話時銀河在旁邊刷爆 接著就從椅子上墜落了 C 跟不動 不論一次則是在音樂節目上 成人們要一起跳舞 站在C 位的銀河 原先還擺出一副很帥的表情 結果腳打開一蹲 哇 西裝褲襠直接爆開 在場的大火門直接小炸 看看C 表演正常 你知道Super Junior這就是倒霉系列 我真的很難塞 因為太多 他們真的自己就可以盤點一集 Super Junior的倒霉事情 太好笑了 大家有看過 Super Junior和東方神奇一起的綜藝嗎 蒂特迎賀東海聲通 昌明及品號六人 在印尼開啟的背包客之旅 藍家人是出了名的瘋子 而當他們發瘋時 身為紅家人的東方神奇 也只好跟著倒霉啦 第五集時大夥來到了觀賞火山的地方 一群人走著力特突然暴衝 昌明先是傻眼想說發生什麼事 接著銀賀看到也不妨都讓跟上去 雲昊想說不能輸 跟著衝上去看看 沒料到星星之神沒有眷顧雲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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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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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他尷尬到不想站起來 下班場大家要坐著吉虎車回到印尼 天空已經開始飄雨 立特提議不要蓋上遮雨風比較有趣 乖巧的昌明也就跟著聽話照做 立特還說大家說 大老遠來到這 好好享受下雨吧 像個男人 出發時大家還覺得挺有趣的 結果雨卻越下越大 沒有車頂又沒有屋頂的各位 被雨神摧殘到已經生無可憐 最後經過水坑時 昌明的臉已經寫著無奈 雨昊的表情更是驚恐到無關已經不見了 看Super Junior和東方神奇強烈的表情對比 真的是看十次我都不會膩 大家一定要去追這個綜藝 真的非常有趣 因為東方神奇我覺得跟Super Junior 他們比較內向沒那麼炸 靠近反差超可愛的 之前BTS Black Swan 舞台發生了大型綿幻車禍 要上台之前RM沒來游的跌倒 後方的救國漢鏡所幸有立刻止住 不過最後一個機密就沒有那麼幸運啦 直接跌落在旁邊 而這個經典名場面絕對是阿米必收藏 在團中RM BTS中 成員們PK玩滑溜溜足球 剛開始基米就一直原地打滑 壓根都還沒能碰到球 就像個公園復健阿嬤做體操快轉版 紅隊一直進攻得分 藍隊則是一直展現自體搞笑 基米就像是被復健阿嬤附身一樣 動不動就攻轉自轉 讓在旁的修改的傻眼問他說 你到底在幹嘛 RM2籃隊總算有扳回議程 不過基米的屁股也不小心挨上了一球 帥氣的臉龐也沒有逃過 這場比賽倒楣鬼也只好頒給基米啦 跟大家分享我在寫這隻腳門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好像笑到拍桌 因為太好笑了 就是只要看人家跌倒 我就會不小心有那個爆笑按鈕被 被按出來然後狂笑 這些可愛的小畫面也是粉絲們 蒐集起來 就是有時候可以當那個 精神糧食 當你今天很厭世的時候 打開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這集 我跟妳保證 馬上疫苗消出來 好啦還有哪一位偶像 也是可憐的倒楣蛋呢 都歡迎到影片分享處 還有我們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希望這次影片你們還喜歡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 我們之間的默契 不需要太過刻意 幾個眼神就可以 只有你懂得旋律 在這跨大城市 放棄 要我來保護你 誰敢讓你相信 我會被誰又要攻擊 難過我的手給你聽 心思有你為我幫你 信仰我的身邊有你 我能做我自己 一直知道你會在 等我的天空下起了雨 你會在 黑夜中做我的一顆心 You'll be sad So 沒關係 你懂得 就讓我而信 你會在 You'll be there forever 全公司都知道我最可怕的事件 就是打翻整個咖啡 讓我們十分的電腦 直接翻翻車 就直接Auto 就那一秒鐘 然後就這樣 OK 然後我前天來公司的時候 我穿一件白色的衣服 就是這樣 然後這邊都是咖啡 所以到底是 是倒霉蛋的問題 還是自身唇呢 不好說 掰掰 抓緊要回答 臉上眼 等一下 我怎麼這麼久 我想要在畫面 我想笑 我每次看到在畫面 都想笑 好 繼續 臉上眼睛居然變成危險 不可能耶 對不起 這太好笑了 好 繼續 石頭上滑落 害他尷尬到不想沾起來 對不起 又想尷尬 又想尷尬 他還說好尷尬 拜託 把這段劍 基尼就像是被附近阿嬤 等一下 對不起大家 我那時候在剪 在寫這一支 我真的是 每天都說 浪在旁邊 浪在旁邊 手腳上一位 什麼啦 對不起 好 我要繼續練完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有跌倒雷達 就我只要看到人的剪刀 我就會 爆笑的按鈕 就會被按開 這個不管是誰我 路人也是嗎 對 好可憐 我覺得我真的 我不是要這麼壞 只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動作實在太可愛 就太逗趣了 那天在捷運上 也看到一個人要滑頭 大家很嚇 車機的 走出去 你要小心被打耶 我真的會被打 還好戴口罩 我要趕快撇開 我還不能笑唱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